字幕提供 哎哟 現在呢我們來到了是徐匯區 在天岳橋路上的一個小商場 叫永新坊 那特別呢會帶大家來這邊 是原因是因為其實在我2010年的時候呢 就有來過這邊 然後那個時候呢其實永新坊 在我正後方的這個商場呢 它其實剛蓋好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商場呢 它其實你幫我看一下喔 它其實最主要是住宅社區下面的 像台灣一般我們叫做沿街店鋪 那因為他們的這個量體比較大 所以說它住宅社區下面有一個 比較像結構型的一個小商場 所以可以看到有一樓二樓 還有B1的空間 然後有一些小小的動線 那那個時候呢其實我就在想 10年的時候在想說 欸像這樣的一個商場到底能不能夠 就是經營的下去 那它未來的客群會是說 它的商商會不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所以說也是今天 我想說2017年的今天 給大家一起來就地重游 然後來看一下 這七年上海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 而他們的商場又有了什麼樣的一個改變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 當初的投資開發商是上海永榮房 地產有限公司 它是從2007年年底開始正式營業 那建案本身呢這個項目總面積是達到 28萬平方米的樓地板面積 那約末8.5萬坪 那是一個複合的一個大型的中和開發 包含了住宅辦公還有這個零售商業商場這樣子 那其實它是一個商鋪的這個定位呢 層次呢是照剛才前面看的那個天月橋路上 那檔次會再稍微提高一些些 首先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2010年當時的這些照片吧 來透過這邊看到一些品牌的更別 然後還有一些業種業態的改變 那說坦白的當時呢 其實是真的整個任用西房是真的比較安靜的 那主要就會是以一樓女裝服飾店為主 有在感覺比較有人氣這樣子 那所以說你可以看到當時其實UNIQLO是要準備開幕 準備要開幕在裝潢 那同時你可以看到一些丹麥潮牌best seller旗下的一些 Jack Jones, Veramoda, Only 像這樣的一個品牌在一樓 那如果是晚上來的話 就真的會是比較就是安靜比較淡一點這樣 那當然這當中其實我覺得有件事情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舉例來講像2010年的時候 UNIQLO就在就是在上海市場轉店了 那時候他還沒進到台灣才要準備來台灣 那另外是說就是丹麥這個潮牌 其實是在best seller旗下這些品牌 其實在去年年底16年年底的時候 因為華臺名品城開幕才進來台灣 所以這當中我覺得值得思考的事情是 如果我們換作一個角度 如果我是零售商 我會怎麼來佈局亞洲市場 然後我會怎麼看first tier city, second tier city, third tier city 然後我會怎麼看台灣市場 那我覺得這是值得去思考的一個點 那我們再回到2017年現在的環境 其實這邊這七年多下來的發展 其實周邊的社區已經發展非常完成 就是成熟了 然後所以居住的人是普遍在這個區域的這些小區真的是 也都是比較好 尤其是在市中心,正市中心好的一個location 然後這個小區是比較高檔或比較好的一個小區 其實他居住人是普遍都是消費能力比較強的一個中年白領 那這是第一個就是附近的居住的一個好的一個課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他在這邊的這個許家惠商圈這邊 是有強大的一個商圈的客流都在支撐 那第三點就是其實說在周邊的這個辦公的一個人群 也都有帶來一些優質的一些客戶 所以這今日啊 有心房可以說算是比當年活肉非常非常多 說坦白就是可是我當年真的是萬萬沒有想到的 只能說哎少年不懂事啊 就是當時我真太小看上海市場了 中國這個大大大無焦的這個市場 怎麼說呢 舉例來說我們台北市人口是差不多260萬 那上海市人口就差不多2400萬了 基本上快將近十倍之多呀 那以土地的面積來看呢 台北市是約270平方公里 那他呢上海呢其實基本上是6340平方公里 基本上算是23倍大的台北市 像有心房當初在算他們的輻射消費圈 就是以兩公里半徑為一個範圍 這樣12平方公里的一個面積來算 他大概可以服務180萬的人次 這180萬人次呢 基本上已經超過一半的台北市的人口 除此之外就12平方公里啊 基本上以上海市的這個大小面積 土地面積來看的話 他可以存在至少有528倍 也就是說還可以存在528個 像這樣永心房的一個社區型的一個商場 所以對我來講我會覺得 這樣的一個倍數的一個概念真的是 沒有來到中國 沒有深刻體驗 真的是會覺得很難想像 或是說反觀就說真的很amazing 好呦 那我們下次見啦 我們下次見啦